这个续集啊 拍了是一年半啊 得经过一个春夏秋冬 还得拐弯了 但是呢 这师徒四人呢 服装呢 又不是说特别的变化 是的 这要感受这季节的更替 是不是这就得受点苦了 我先说这化妆 我们师徒三人这化妆 离不开胶水两个步 全得粘 满脸 这个胡子从这儿开始 一直到这儿 这头发也是都是粘的 就这儿落一点 夏天你一出汗 它就开胶 开胶就得刷胶 就得重新沾 冬天呢 它肝脏 冷 你这一说话也开胶 那就得重新沾 还都得重新 这个夏天和冬天呢 最难受 你倒是沾结实了 出这汗也流不出去 全在这兜里 全在这一兜 这往下一接花就下来了 这胡子这地方 都成了红点了 拍通天河也够前 通天河 那是冷啊 风那天得有七八级的风 那是在什么地方拍的 在河北的怀来吧 这白马呢 跟我们一块走呢 把这马给摔得三起三落 它是走 走冰河 冰面 似徒似人走冰河 到了这冰河这儿 它不是往前 它都往后退 动物也非常聪明 对 往前走的 它不像正常的 它是这样走 它试着不走 它怕滑 它这样 一试两试 它是呱唧 一会摔那儿 三次 导演一看这不行啊 杨洁导演急了 为什么急 每一场每一集都有他 对 白龙吧 你歌词就是你牵着马 对 我挑着战 对 把这马摔害了 明天 这一周的戏都拍不了 杨洁导演今天收工了 不拍了 不拍了 但您刚才说 也走了这么多的路 那各地的这种地形啊 包括一些环境方面 也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吧 我们这个很多戏 都是在山坡上拍的 你像我们拍 真家美猴王 在那严重里 有这么一个两米来高的 这么一台阶 也不是很规矩的 它是天然的 天然的 腌着这中间骨着 导演要求我从这个 两米多高的这台阶 跳下来 接着武打 我有点害怕 这没给您掉个威牙什么 没有 这可没有威牙 威牙得在外边掉 它动力没有高度 它掉不起来 底线的地下 跟追的似的 都骨尖的 还是坡的 这个壁那洞上 也追的行的 你要跳下 站不住脑袋一刻那 说实在的 很危险 所以人导演 也跟我提出来 要行 你就来这下 要不行 咱们就换平地 您当时怎么考虑的 我考虑我站了半天 我愣了一会 我一看 观察观察地形的 闷了得有三分钟 我说导演 我来吧 导演他要不看出这好的 他能让我来这下吗 他说明他看着好 跳下不是这么 这么低着跳 蹦起来跳 往高处跳 往高处跳 低下 他不要镜头这么给着 养拍 拍完这小段舞蹈之后 导演特别地高兴 我也高兴 你玩了命了 那当然他得有效果 其实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技巧也很重要 您要让我去 那几个劲儿就见证 咱们的最后一跳了 是一次性的演员 所以您看您这师徒四人 其实都是有戏曲功底的 是不是 是的 我们师徒四人 都是戏曲演员出身 我毕业于我们现在的学校 叫中国戏曲学院 我是1958年考入这个学校 六小灵童是浙江昆局院 杨洁导演本身懂戏曲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造型 都与戏曲有关系了 嗯